最终还是女子的双子心队的王蒙和周扬 这对冬奥会精彩的得主赢得了最终的胜利 很长很长时间没有正式的为了比赛而去做准备 这次比赛呢 我还特意把我两年没有磨过的冰刀 我重新磨了一次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为您现场转播 《东梦之约》第二季短道速滑接力赛 我们看这场对抗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两支队伍的首棒选手站在了出发线前 在内道的是王蒙 在外道的是韩天宇 随着发令枪响 这场对抗赛已经拉开了序幕 现在韩天宇领先 韩天宇曾经在2016年的首尔世界锦标赛 赢得了男子1500米的冠军 中国队在世锦赛41年历史上首枚男子1500米的金牌 一圈结束 而王蒙在打肯雷熟悉了 他是冬奥会四枚金牌的得主 我们看王蒙在表圈跟随滑行 两手背在身后的动作非常的经典 在之前冬奥会夺金的时候 也是这样的一个动作 现在有一个交接棒 我们看到周扬开始接力了 这个画面我们已经很多年没有看到了 能够再跟他同时的站在冰场上 就很怀念我们在一起并肩作战的时期 因为大家都叫我们是双子星嘛 当时周扬和王蒙姐妹通力合作 也拿到了这枚宝贵的女子三千米接力的金牌 小心啊 他三票换了 而韩天宇这边还是单枪匹马 一个是在滑行 因为韩天宇的搭档陈学东 是一位跨界的选手 实力较弱 所以韩天宇打算多领先一些距离 再把这枚宝贵交给队友 周扬也是大家非常熟悉 这一位短道速滑名将 在2010年2014年两届冬奥会 都是拿到了女子一千五百米的金牌 现在还是周扬跟随在韩天宇的后面 现在他四圈即将滑满 等一会儿马上应该要是王蒙来接力了 好 这个时候我们看周扬又是奋力一推 像王蒙是第二次出场 我们在观众席当中 发现了一位特别的人物 罗志焕先生 他可是我们速滑当中的老前辈 王蒙甚至还有时间整理裤脚 看来在这场对抗赛当中 他还是比较轻松的 男子的整天迎队的韩天宇 扩大了一定领先的优势 刹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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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我们看陈学东出场了 他是跨界的冰雪选手 他是一位演员 感觉 陈学东加油 平衡能力稍微的差一点 我就是那种又担心又兴奋 加油 我听到周扬啊 王蒙啊 然后还有天宇啊 他们这些老师对我的鼓励 就是在之前玩的那些都没了 就是那些搞笑的都没了 他们真认真的在鼓励我 希望我把这个比赛给完成 让我不要放弃 让我坚持下去 这边 王蒙已经套圈了 加油 陈学东 王蒙好像跟陈学东还说了这么 那你不给个活玩 那台湾就拿不到啊 这不给个活玩吗 男子的整天迎队的主力选手 韩天宇终于回到了场上 好 现在王蒙已经滑了16圈了 韩天宇14圈 在落后两圈的情况下 实现反超 这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韩天宇滑得好 我们看现在韩天宇已经追上了半圈 把原本将近两圈的差距 缩小到了不到两圈 回到弹道的时候飞起来了 周扬现在也来到了18圈 韩天宇还是在16圈来滑行 追到了 心情的话还是想赢了 想赶紧追上前面的 确实是落的有点多了 还是挺着急的吧 还剩一圈多 拼命地向前追赶 韩天宇非常的努力 拿出了在冬奥会上 争夺奖牌的努力 周扬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一圈 韩天宇已经追到了周扬的身后 周扬回头也在观察 只剩一圈了 加油 周扬率先完成20圈 这个时候韩天宇还有最后的一圈 虽然败局已定 但是韩天宇依旧奋力地滑行 完成比赛最后的冲刺 比赛结束 最终还是女子的双子心队的 王萌和周扬 这对冬奥会金牌的得主 赢得了最终的胜利